高雄有民眾昨天前往男子一間連鎖早餐店買鮮奶茶 喝到快見底了卻發現杯裡面有美工刀 還看到刀片有鏽石 衛生局機查後發現這家店 烹煮用具、髒污等缺失 要求限期改善 業者承諾會來加強義務的檢視 總公司表示 已經和消費者取得聯繫 會加強輔導店家還有員工訓練 這杯已經快見底的鮮奶茶 突然出現一隻美工刀 浸泡在鮮奶茶裡頭 刀片還有鏽石 把消費者嚇了一大跳 將照片PO上社群 提醒其他消費者留意 早餐飲料喝到美工刀 有民眾質疑店家管理有舒適 也有民眾懷疑這麼大的美工刀 怎麼會看不到 不排除店家遭惡作劇 上午前往早餐店 業者看到媒體將大門拉下 兩小時後衛生局前往 機查也沒人應門 再次前往才順利入內 初步瞭解疑似是店員忙中有錯 但飲料調製作業台 沒有發現美工刀 業者也聲稱無法釐清 將加強義務檢查 衛生局機查也發現 業者有烹煮用具髒污 消毒水位分區放置等多項缺失 其限內不改善 最高可罰兩億元 總公司回應以聯繫消費者 慰問必取得諒解 加盟店將派員檢視流程 並加強教育訓練 也強調事件有很多疑問要釐清 總公司會持續了解 釐清責任歸屬 記者王庭許正俊高雄報導